今天天氣不算很熱 我決定帶大家去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這個地方我和攝影師哥哥都從來未來過 所以我們現在的心情很興奮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們去哪裡的話 歡迎來到我們的網站 www.wuchapop.com.hk 或者去到我們的 Facebook 平台 YouTube 頻道 或者 Yahoo 自家製 胡雪 樓市 藍牧 都可以找到我們去哪裡 再給我一個提示大家 這個地方有山 有水 樓層也特別便宜 究竟這個地方在哪裡呢 來到這個地方要駁兩艘船 先從中環坐船進去長洲 登岸之後再駁多一艘船 這班船早上六點半就有售班船啟航 但差不多一個小時才有一班 尾班船就是11點45分 所以要夾準時間進去才可以 說到這裏 深水清的谷有可能都知道我們去哪裏 我們去的地方就是大嶼山芝麻灣半島南面 一個叫做二浪灣的地方 隔了一個山頭 這裏叫做大浪灣 一樣都是水清沙幽的 實際位置就在南大嶼山公園的最南面 遠眺就是石固洲 落到船 現在差不多大約11點左右 我們由中環搭船過來 這個位置差不多一個半小時左右 等於我們乘一程飛機去台灣 不過這裏環境真不得了 周圍都是很休靜下 遠處你會見到這裏唯一一個私人住宅 程碧村 橙色屋頂白色外牆 說真的都幾觸目的 感覺有點像外國度隔村一樣 由碼頭走一段路 經過這個私人沙灘才來到住宅範圍 整個程碧村只有20座住宅物業 合共196個單位 雖然現在接近中午時份 但其實感覺都不算很熱 偶然沙灘風吹過來 其實涼風陣陣 感覺都幾捨熱 見到這裏的住宅 全部都是沿著沙灘而建 所以你覺得環境都幾疑人 聽業主說 真的回來住的業主 其實就不算很多 大概是一半左右 所以這裏的人煙都比較稀少 程碧村本身是由和王 在70年代尾所發展 當時半島上有私人碼頭 附近有燒烤場 有會所有酒吧 當年不少大型企業 都買了單位 給員工做度假用途 但後來都因為經營成本高企 令到會所出現虧損 發展商退場 會所由業主自己接管 有些東西在我旁邊的耳 經過恐怖 有沒有老鼠呢?很害怕 這裏就是會所 但這個會所其實都荒廢了很多年 其實在一二期夾著之間 走一條小路就會上來 沿途我們都會看到有些泳池 但都荒廢了 而周圍你都看到 其實是完全沒有收集過的 聽業主說 其實他在這裏住了十幾年 其實都沒有來過這個會所 因為他說要維持這個會所 那個成本太貴 所以普遍業主都不支持 他們再營運這個會所 原本由尖沙咀和中環的直航船 都因為成本的關係而取消 現在就只是靠長洲的接駁船接駁 以前這裏都沒有固網 但後來有電訊公司 願意鋪砌網絡才可以上網 如果用流動網絡就沒問題 4G都收得很清晰 唯一半島上仍然沒有任何配套 一定要一次過在長洲買好 才再搭杜輪進去 更不用說外賣或送貨服務 裝修搬屋等等 都要自己找船公司配合 究竟單位內籠又如何? 請繼續留意回說樓市 和Yahoo財經平台合作的樓市節目 我們下集直擊一個業主致讓的放盤 下集直擊一個業主致讓的放盤